长夜空虚使我怀旧事 宁月朗相对面目亲亲爱的 丹美仔 今天是你离开人世第二十次年的月子 哥尼乐和媒体的关心 让我觉得你一直没有离开 我时常会想起你的点滴 想起你上台前最终一时的出钱一滴 想起你同样朝伟戏乌起的彻月畅谈 想起你曾挽住我的手 说要陪我很久很久 此时此刻 小编如何也控制不了 自己不自觉带入了陈妈妈的情感 说出心底最想对她说的话 今天是她离开我们二十四年的日子 经过苏妮的帮助我们最终得以与陈妈妈 面对面聊起记忆中 你我所不知道的或乖乖感 或调皮 或孝顺或执着的陈百祥 明晚十点钟将频道娱乐没有圈 一起怀念Danny 以下内容就摘取陈百祥妈妈访问原话 她从小就喜欢唱歌陈妈妈 陈百祥小时候就很喜欢唱歌 那些朋友来了家里 Danny唱首歌来听听 唱歌 一开始不喜欢她唱歌 我们希望她多读书 她爸爸做生意的 但是她喜欢唱歌做歌星 那有什么办法 中学毕业后 陈百祥被爸爸送到美国读书 但是她却一心想回香港 陈妈妈 有一句她求我 妈妈求你记忆张机票我回来吧 我真的不想在这里读书 那次最心痛了 打电话回来哭 最后她不知道 为什么可以拿回那些学费 还给爸爸 她爸爸还不骂她 回来香港她却怕我骂她 第二天她一早起来 又扫地又擦桌子 当时她说要学音乐 还买了琴给她 那个钢琴3000港币 曾到演唱会后台寻找机会 大家都以为陈百祥是天之骄子 一出道就走红 但是当时是乐语歌坛 人才喜挤 Janny最初只能默默等待机会 陈妈妈 向谭永林和钟正涛开演唱会 她就去别人演唱会后台 逛来逛去 看看有没有人挖掘她 她自己想做这行 我们又不认识那些艺人 谭永林最喜欢说她 这个量仔天天来这里逛 1977年 19岁的陈百祥 参加电子琴比赛获得冠军 同年获得流行歌曲创作比赛季军 被TVB签约成为歌手 终于获得出道机会 妈妈有位怕上梦想真诚的儿子感到高兴 陈妈妈 她很开心 就是说 我买了琴给她不枉此生 她说 妈咪你没花错钱吗 我立刻帮你拿了一个奖回来 1979年 陈百祥正式加盟百代唱片公司 同年推出首张专辑Fest Love 她创作的歌曲《眼泪为你流》 获得十大中文金曲奖 奠定了她在香港流行乐团的地位 陈妈妈 《眼泪为你流》她自己做的 第一次拿奖开心的哭了 她抱着枕头哭 说自己写的歌终于拿到奖了 所以我就恭喜她了 陈百祥最广为传唱的一首歌 莫过于《念心恩》 这首歌是乐与歌中歌颂情情的经典 陈百祥之所以将这首歌诠释得深入明星 先因她投入了对母亲的真实孝心 她每一次演唱会都说 要把这首歌送给妈妈陈妈妈 她是很疼我的 有一次我生病 我的肚子不舒服 然后进了医院做了手术 出来后她来看望我 第二天九点 大家都还没起床 她很孝顺 她拿一些词带来 妈妈 我带了一些歌来给你 一扔下 她就怕一声倒下睡着了 睡了一阵她就拿出一只戒指来 妈咪 我送一只戒指给你 我最难忘就是那一次了 除了歌奉心情 Bernie也曾经把爱情写入歌中 澳门企业家和红身的女儿何超穷 与陈百强是多年好友 她以中处红 张曼艺关系也很好 不过Jane从没公布过恋情 喜欢时髦的女孩小编 在爱情方面 她有没有特意写给送给喜欢的女孩 陈妈妈 就是那首深爱着你 我问她这首歌唱给谁 她就说别理我了 她说我都是问她 那就猜到了 我就没再问她了 我们的眼光跟她的眼光不同的 我们喜欢老老实实那种 她却喜欢时髦的女孩 当时 张曼在圈中人员很好 与梁朝伟 好莱坞眼星 曾龙都是好朋友 至今 纪念馆里还保存着 她与曾龙喝过红酒的酒杯 他们两个关系很好的 梁朝伟经常上她家睡觉的 聊天了 聊到很晚不走的 很多人说 她跟梁朝伟有点像 事业上近善近美 1989年 陈百强的《一生何求》 作为热播港剧 《亦不容情》的主题曲 红遍亚洲也令她获奖如数 摘美成为 华语歌坛一颗闪耀的巨星 是在妈妈心目中 改改改向仍是个孩子 陈妈妈 我觉得儿子很厉害 但是她也很调皮的 不听话的 叫她喝汤她不喝 叫她天衣她不穿 八点开演唱会 叫她七点半吃饭 她就不吃 三十多岁的人了 还像小孩一样跟你斗气 但是她很喜欢吃面 她开演唱会 我都带上电饭包 去煮她最喜欢的那个面 在成为歌坛一线红星之后 丰美唱歌 演唱会多期发展 她在演艺事业上 事事要求完美 在生活上也要求完美 陈妈妈 她什么都要漂亮 要干净 她一回到家就要喷香水的 她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喷香水 全身喷得香香的 作曲她也是这样的 不许别人骚扰她 她要自己躲起来做 小编 这么辛苦 有没有后悔让她入行呢 看她又忙又累 会不会很心疼她 陈妈妈 最初也有后悔 她爸爸和我都不想让她做这行 后来就让她自由发展 她命运死去 她说会心疼 但也为她欣慰吧 她这么红 别人捅她 她才有这样的成就 心疼她忙起来就真的很忙 有时吃饭都没空 尽管丹内对演艺事业很执着努力 但是娱乐圈始终是名立场和是非之地 令疲惫的丹内萌生退役 她举行告别上海演唱会宣布告别乐坛 命运给这位歌坛才只开了一个玩笑 1993年的一天 她突然婚礼入院 婚礼一年半之后 她与这个宣调的世界勇别 享年35岁 陈爸爸的表行开设于香港中环 丹内去世多年之后 也不时有歌迷慕名前去探访 陈爸爸 陈百强一流的歌曲 至今很多歌迷朋友都喜欢听 我身为他的家人都很安慰 他是一个很尊重父母的人 没什么会让你不喜欢的 是永远的陈百强采访的时候 陈妈妈特意穿上了 她内最喜欢的紫色的毛衣 见到小编第一时间 递上了她内最喜欢的出钱一钉 看展览时 她不经意就挽起了小编的手 我们无意打扰陈妈妈 却不禁想要探寻她依然鲜活的记忆生存心底 谢谢陈妈妈帮我们还原一个热血 青春的詹姆 陈百强曾经带来了粤语金曲 枯黄时代浪漫新美的歌声 她走了 却留下了青春的赤热赫卡心灵 谢谢陈百强教会我们 如何永远保持少年的心 一直为梦想而活她从未离开 希望她在另一个世界 继续做她的小王子 我完成任何人旺 我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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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我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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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